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股票通的惊人增长 自2014年启动以来日均成交量居然增长了40倍 这不仅彰显了香港金融市场的活力 更显示出其未来的潜力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这个计划十周年之际提出了三个关键建议 展示了香港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雄心 接着 我们将转向香港的投资推广署 这一机构正全力以赴吸引高净值个体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以应对当前欧洲不确定的税务环境 香港无疑成为了投资者的理想目的地 最后 我们也会关注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尽管面临着竞争和风险 但仍然吸引着来自各方新进入者的目光 这是个充满挑战的领域 究竟哪些企业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详细探讨了香港股票通计划 自2014年启动以来的显著增长 香港股票通的南方通自启动以来 日均成交量激增了40倍 这一数字展示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机与潜力 在这项计划的10周年之际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彰显出香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野心 回溯过去的10年 香港股票通的启动不仅是为了促进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资本流动 还旨在为内地投资者提供便捷的香港市场入口 最初交易仅限于上海和香港之间 然而两年后计划扩展至深圳 这一变化无疑为更多投资者敞开了大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符合股票通交易条件的股票数量 从最初的800多只增长至目前的3300多只 这些股票市值占据了三个市场总市值的90% 在这十年间 香港股票通的日均成交量从2014年的不值一提 增长到2024年前三季度的1230亿元人民币 约170亿美元和380亿港元 分别占内地和香港市场总成交量的6.7%和16.9% 这样的增长无疑是香港金融市场活力的最佳证明 陈茂波在其博客中强调 香港不仅要连接传统的欧美市场 还应与新兴市场建立联系 这些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增长 能够满足国际和内地投资者多样化的资产配置需求 他指出 香港正在努力加强与全球南方市场的联系 吸引更多高质量企业在港上市 并推出更多跨境投资产品 此外 陈茂波还提到 香港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防火墙和试验场 这意味着 香港不仅能在资本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 还能为内地金融市场开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持 这一角色不仅能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还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 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的稳步开放 在这个背景下 香港的金融市场未来将出现更多的投资产品 不仅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 还能为内地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陈茂波表示 香港将充分利用股票通的优势 进一步增强其作为连接内地和国际资本市场平台的角色 这十年来 香港股票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数字的增长上 更是香港金融市场活力的体现 未来 随着更多政策和产品的推出 香港将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成为连接东西方资本的桥梁 与此同时 香港正在积极吸引欧洲的高净值个体在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香港投资推广署最近展开了一场魅力攻势 意在吸引这些富豪 署内的高级官员吴上光最近启程 造访伦敦 米兰 卢加诺和巴黎等主要欧洲城市 与当地家族办公室代表会面 并在金融论坛上宣传香港的投资环境 吴上光强调香港的商友好环境极其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 使其成为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投资组合和把握亚洲增长潜力的理想地 面对欧洲不确定的税务环境 越来越多人将目光投向香港 因这里的税收政策更为优惠 并在亚洲财富管理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 香港积极吸引高净值家族办公室 政府机构在9月份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峰会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论坛中重申了政府的承诺 将香港建设为全球慈善中心 据其介绍 香港县有约2700个单一家族办公室 其中超过一半由个人创立 这些人的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 根据德勤的报告 预计到2030年 亚太地区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将激增40% 达到3200个 增速超过全球其他地区 在卢加诺金融论坛上 吴上光不仅与家族办公室代表和潜在客户讨论他们的投资策略 和在香港建立业务的计划 还会谈及香港的财富管理环境 及其对家族办公室的经济吸引力 吴上光的此次出访恰逢 有超过100名海外 内地及本地商界人士 参加的2024年家族企业峰会在港举行 由南华早报和兰池资本主办的活动持续1.5天 摩根大通作为主要合作伙伴 吸引了众多商界精英的参与 这系列活动不仅展示了香港在全球财富管理领域的潜力 也反映出香港政府对吸引外资的坚定决心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越来越多富豪开始寻找更安全 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而香港正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此外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也在吸引新进者 这些公司抱着击败比亚迪的雄心进入市场 但面临许多风险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规模达到3760亿美元 吸引了各类投资者 即便是吸尘器和吹风机制造商也涉足其中 然而 行业亏损和失败的风险仍然高起 例如 总部位于江苏省苏州的J-AIM公司 正在组建团队 计划在2026年推出一款混合动力电动车型 J-AIM的产品与国际品牌如戴森和菲利普竞争 并计划将产品出口到欧洲 另一家汽车制造商Rox Motor去年推出了其Rox 01 SUV后 也在考虑扩大规模 并已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分销和销售协议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但预计在未来两年内行业整体收入将停滞 比亚迪 吉利汽车 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等大牌车企 已向客户交付超过1000万辆电动汽车 但自1993年首批电动汽车上路以来 已有过10家企业在竞争中失败 全国的汽车经销商因过剩产能和价格占损失近200亿美元 50汽车董事长袁志军表示 行业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50汽车与通用汽车和上汽集团合作生产的 宏光电动汽车 袁志军希望到2030年 其一半的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 这一转变反映了北京对电动汽车行业的重心转移 习近平主席呼吁发展先进技术 以应对传统经济的衰退 目标是使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海外销售达到10% 然而 一些新公司如WOM Motor Byton Leftio等已从市场中消失 类似IvaEase之豆和海马 则在寻求更多资金或被大公司吸纳 进入电动汽车行业的新公司 通常是因就业务增长遇到瓶颈而寻找新收入来源 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 竞争不够激烈的企业将被淘汰 未来创始人李斌曾表示 至少需要200亿元人民币来投资一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 以开发生产型号 因此只有资金雄厚的新进者能够持续竞争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 国内市场进入残酷淘汰赛 中国通过补贴计划提供回扣 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高盛分析师估计 中国前13大上市汽车制造商 2023年的平均利润为每辆车2600元 但价格占使其损失加剧 比亚迪于2008年推出首款电动车型 直到2022年才实现盈利 理想汽车在2019年推出电动车型后 2023年首次实现盈利 电动车新进者在商用电动汽车领域 可能有更多机会 因为这一领域没有明显的主导者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要求也较低 新公司如果能开发出个性化电动车型 针对特定消费群体仍有生存机会 电动汽车行业不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游戏 而是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港股票通是指中国大陆 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 主要包括互港通和深港通 这一机制的目的是 方便投资者通过各自所在地的证券公司 买卖另一市场的特定股票 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市场的流动性 互港通于2014年11月17日启动 由上交所和港交所共同运行 其设立了南向交易和北向交易两部分 南向交易是香港和国际投资者 投资上海证券市场 北向交易是中国内地投资者 投资香港证券市场 互港通的推出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 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 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提供了便捷渠道 同时也为中国投资者 提供了更多海外投资机会 深港通于2016年12月5日启动 运行方式与互港通相似 扩大了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 增加了深圳证券市场的参与 深港通的开通 进一步丰富了内地与香港市场之间的互通产品 使得互联互通机制更加全面 香港股票通的背景源于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 以及全球化背景下 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需求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 促进本土市场的国际化 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此外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其市场规范化程度及流动性水平 对内地市场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和借鉴意义 自启动以来香港股票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 截至2023年 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日均交易额 不断创新高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 不仅改善了市场的流动性 也提升了两地市场的定价效率 此外 这一机制的运行 也加速了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吸引了大量国际指数基金的配置需求 如MSCI指数和富士罗素指数等国际性指数 开始将A股纳入其成分 香港股票通的影响 不仅仅局限于资本市场 它还在政策层面上 促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和协调 尤其是在外汇管理 交易结算等方面 进行了多次政策优化和调整 这些措施 有助于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和投资者的信心 展望未来 香港股票通可能进一步扩展其 覆盖范围和交易品种 例如增加对更多行业和类型股票的覆盖 或是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香港股票通将继续扮演 促进中港两地金融市场融合的重要角色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